第15题,进行电解水的实验,其装置收集到xy两种气体的体积,如图一所示,若将此直流电源改接到图二电镀装置,进行铜片镀镍,应如何正确连接和选用电镀液。 我们晓得,如果我们要镀镍,我们的电镀液就必须要含有镍离子,那么一定要所谓的硫酸镍之类的东西,所以选项中只有A或者是C,可能是对的,其他都是错的。 那我们在铜片上镀镍,金属是在负极生成,所以我们铜片要接在负极,而镍片是放在正极。 那回到我们的电解水,我们知道电解水会产生氢气跟氧气,氢气跟氧气的体积比是2比1,我们发现x的气体的体积比较多,所以它产生的是氢气,那y的气体的体积比较少,它产生的是氧气。 我们晓得氢气是在负极生成,氧气是在正极生成,所以我们的甲电极是负极,乙电极是正极,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铜片要接在我们的甲电极上面,因此第15题问我们说,因如何正确连接和选用电镀液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级接铜片,乙级接镍片,电镀液选用硫酸镍溶液。